孩子 我的孩子 老公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老婆 我没有保护老婆 徐女士徐女士 你适选流产医院的一二十 有专门的处理 你不要再乱找了 别别帮我 哎呀真是可怜孩子都成不醒我 真是成不醒我 徐女士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还可以了还能再生 他都成熟了 他都成熟了 徐女士你冷静一点 咱们还能再生呢 你不要再生 我再生 徐女士你再聊好了 我生不了 徐女士 我生不了 我再也生不了 快 别人下去严重出现 安排紧急病房 还是 Action 让你找个月子好这么难吗 这个像是冥村的大妈大婶 出手出脚的把我女儿磕伤怎么办 是是是 我给你找个年轻顺眼啊 老婆你就别生了谈辞啊 你誰 誰啊 趕緊把水關了吵死 好嘞我馬上就關 過來老公 我們太罪沒了 我馬上就過來 老婆我去趟中原部 你說你怎麼回事啊 你不知道我像不正忙你招傷的嗎 進鞠鞠鞠 小安 孩子沒了還可以再藥 我們現在還年輕一點 應該以事業來說 等我以後賺了錢了嗎 哎 我可以讓許雲去伺候雪茄做月子呀 老婆 你看了這麼多月兒說啊 我想 讓你幫我一個忙可以嗎 您說吧 我有一個客戶 最近也生孩子 他一直找不到月嫂 我想 讓你幫我去伺候他做月子可以嗎 可是老公 我剛剛沒完茶 身體還虛 就你的腳跪 我媽生完我第二天就嚇你大火了 不是 我是有她和生孩子不一樣 不是我說你 我讓你給我幫的幫你推三組四方 你給這個家做我什麼都錢 每天就指望我養著你是吧 就能體諒體諒 好 我知道 老婆 我剛才態度有問題 對不起啊 不過 你說你 你把咱們孩子弄沒了 我也沒怪你們吧 好了 好了好了 沒事 就當是離婚前 對他都不成了 學校 我給你找的月早來了 進來啊 消毒用的就進來 這麼多戲劇 要是傳染給我孩子 死了你都陪不起來 躲什麼呀拉住他呀 哦 髒死了 沒事 沙古君對身體緣化 拿著拿著 以後自己來之前先消耗 混氣 你剛死過孩子你 你 好 你說你也真的在 過來當保姆 小小小小小點 啊 朗雪嬌 哎我是醫生啊 這個是你孩子的出生證明 記住了 出院之後趕緊把結婚證領了 把手拒不去 好的 謝謝醫生 謝謝醫生啊 來 看你幹的好事 收了 收了東西趕緊回去 救死 他怎麼回事 你們 你想什麼呢 他未婚間孕 這醫院又不肯接收 之後莫非他老婆 現在知道 你老公在外面打拼 有多辛苦了吧 行了 收拾東西吧 哎 走啊 別愣著了 我抱孩子 你把東西拿上啊 哎呀 走了 走啊 快點快快快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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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的什麼保姆 拿個東西這麼拖了 學校你先別生氣 你先馬上去催催他快點 好 徐你故意的是不是 咱們都說好了 為了我的前途你伺候幾天又怎麼了 我 這什麼時候了還刷你的大小姐脾氣 你別啰嗦趕緊下來 好好好 你快點啊 哎呦毛手毛腳 趕緊啊 你摸你什麼呢 趕緊啊 他是不是有什麼病啊 哦 他可能是來大姨媽了洗洗就好了 真噁心 也不知道南花不點上 你把地址發給他 讓自己洗乾淨會不會 愣著幹什麼呀快上車呀 哎哎好嘞 那你給我自己過來 沒空 好 徐總 您擔心的事發生了 說 大小姐 他流產了 而且我發現 發現什麼 唐朝在一個月前 買了大量的山楂杏仁 都是容易流產的經濟失誤 這是個衝生 要不要把真相告訴大小姐 我不用 洛菲的經驗作件 他是不會死心的 走吧 我們去看看他 你死了 三年不見 連天購都不忍了 你要不要接好 加油 剛出是你把我趕出家門的 那我要帶唐朝回去 好了好了 好妹妹 都是哥哥不好啊 哥哥現在就帶你去吃飯 向你賠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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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妹妹啊 你看啊 那個是雪山燉烏鸡 還有那個花椒燉鹿蓉 還有蓮花鴨血 你一會兒多吃點 你請我吃飯 不應該是什麼鮑魚啊 龍蝦什麼的嗎 你一個大老闆 也太小氣了吧 我這不是 打電愛了嗎 身子骨虛 我想著不不血 對了哥 唐朝他最近特別努力 早出晚歸的 他說有一個大項目 馬上就談成了 你沒有為難他吧 好好好 都聽你的 我呀 能幫他的 儘量幫 對了哥 唐朝他說了 只要給他一個機會 他就一定可以成功的 好 咱們不說這些了 先吃飯吧 好 好 這一直發給你了 我們還沒走 那個哥 我還有事我先走了 哦對了 我之後跟唐朝請你吃飯 我先走了阿哥 你慢慢吃啊 走了 爸爸 你傻了吧 這麼大點孩子 是是是啊 我這不是高興嗎 哈哈哈哈 我們 我們新來回二位 你真不知道這包多少錢 把你賣了買不起 怎麼了 媽 你可 你哪來的土包子呀 唐朝 這就是你找過來 給我們家嬌嬌當月嫂的 阿姨 你怎麼不能說笨腳的 我都沒有 我是唐朝 他是我老家的親戚 雖然沒什麼見識 但是手腳利索 我像之前的月嫂 幹兩工就走了 小臉 你可說好 老公 老公我的存在 就這麼讓你難以氣吃嗎 行不行吧 來我給你領寶 來走這邊 慢著 你消毒了嗎 別把鄉下的髒東西 帶給我外孫 對對對 你扯嗎 你 你 你真是不長機性 我鬧什麼脾氣啊 半天不來來了優生包 這剛才差點說漏嘴了 就這麼包我的 老公 你剛剛為什麼說我是你的表妹 你也嫌我丟人嗎 糾結這個幹什麼呀 老婆和表妹 不都一樣嗎 這能一樣嗎 好了 老婆 知之道戰你是偉情了 但是你好好想一想 她可是我的重要客戶 她要是知道 我讓我老婆過來照顧她月子 你說她怎麼看不起我呀 而且 我是為了我們的未來 可是 我剛剛替你讓孩子叫你爸爸 我那是跟她開玩笑的 你該不會因為小孩生氣了吧 月嫂 死吧去吧 老娘快餓死了 來了來了 行 來 什麼時候保姆也有資格 跟主人一起吃飯了 唐超這就是你教的規矩 哦 那個 表妹雪椒呢 不喜歡和下人在一個桌子上吃飯 是啊 你先去一邊等著 等我們吃完飯了再過來 雪椒坐月子動得近 回去 炒辣椒來 生氣生肝 我們吃個吃飯 補個氣血好嗎 啊 你在旁邊伺候著吧 來是個雞蛋孩子 來 看看這個 這個呀是雪深燉烏雞 你現在坐月了 可要好好回我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有一個呢 花椒入蓉坑大補大 哈哈哈哈 快快 阿姨你也懂事哎 我這不是 談戀愛了嗎啊 身子骨虛 我想著伯伯雪 哥 你都知道了嗎 這個死保姆 你敢給我保姆穿死人的衣服 這件衣服都是新的 是我給自己的孩子準備的 可惜他沒穿上 那你孩子呢 有產了 什麼 你給我孩子穿死人的衣服 你怎麼這麼惡毒啊 你是不是想讓我孩子 跟你的孩子一樣交扯 你什麼惡毒 雪球 你沒事吧 他是不是又欺負你了 唐朝 你看看你找的好保姆 他給我們的寶棚穿死人的衣服 欺負你 你竟敢詛咒我的寶貝外孫 是這樣的 這幾衣服他都是心的沒有穿過的 那也會勤 你趕緊把這衣服都給我燒了 離我寶寶遠一點 好你別生氣 我現在立馬把他燒掉 拉過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你要是不喜歡 我 我把這些衣服 帶給我就就是了 帶回去 我求求你 你留著這些信息 你幹什麼 動作 動作 我給孩子 我給你死了孩子 正好把這衣服燒給他 哦 你哭喪了你 這會記的東西 找你找了 再讓我看見 打死了 你 你 你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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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拿来 剪了 我不能伤人姐破衣服吗 你给你打我的孩子 我没有打他我是在救人 起开 我都亲眼看到你还在这走 我的宝宝要出什么事 我帮你陪走 会不上解释啊 孩子快喘不过气了 你给我 你还敢抢 再玩就来不及了 你把他给我 妈 特张救命 你住下快点啊 红罗你都没有干什么 快点 你吵 你吵吵吵我的孩子 徐云你坐下 再往就来不及了 徐云把孩子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的归宣 什么 你个贱人情长 装的一脸可怜像 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我我踢死你我 我是在救人 再往都来不去了 徐云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本以为你是个十大体的女人 没想到你还是坏完事 你也不想走 许总 冬家到了aria 小姐就在里面哦 報警 我讓這個賤人做老犬 這唐超你發什麼呆啊 你跟他什麼關係啊 你的你還想發的是不是這樣 我早就看你跟這個狐狸精眉來眼去的 說你們兩個還不是有一腿 哎呀 阿姨我怎麼可能跟一個下屆的窮酸 狂猛有關係呢 我現在就讓他跪下 那是不要道歉 我不要臉放開我 姐你別給臉不要臉 你媽還不給我 你幹什麼 哎哎你爸爸長的都來不及 你拿走開 徐云你縮手 老女兒 徐云 你放開你放開你放開 徐云 暴老女兒 你給我動手啊 你看你縮手 還給我看你放開 縮手 還給我 縮手 在什麼你 縮手 哎女兒給我 縮手 放開你 聽不懂嗎你 你松開我松開 哎呀真是可憐孩子都成形了 徐女士你冷靜一點 怎麼還能再生呢 女兒 這次我一定就下的 放開你 你放開什麼你放開你 撕開 放開我給你來走 徐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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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跑了跑了 不哭了寶寶 哎呀不哭了 不哭了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小寶 老張 衝過了你看 這個嫂子行 我就不應該相信你 我 兩次 三次 三次 上去壞不好的事 把他媽打死你 住手 你們想死嗎 你們想死嗎 誰讓你進來了 啊 啊 他死了 這塊聲 我自己打 哎 啊 啊 啊 你們是誰 幹也非要你打不過 先生 快讓你的肩膚住手 讓我讓我放進了 還有功夫嗎 剛來打的還不夠 我繼續打 哎別別別別 啊 徐云 我們玩兒來幹什麼 我們來之前不是說的好 你才會毀了我的 敢承讓我住手啊 哥 你快讓他們住手 唐超 他畢竟是你的妹 你哥 妹妹 你不是跟我路 你跟他在一起會幸福嗎 你不是跟我說 他會對你好嗎 這就是他的好 他的好 就是讓你到別人家當保護嗎 能在我們家當保護 是他的榮幸 就是我呸 他還委屈上了 他一個鄉下土妞 要不是因為他是唐超的表妹 他能找到這麼好的工作 表妹 什麼表妹 他是唐超的老婆 老婆 唐超 他說這話什麼意思 啊 唐超 你結婚了 這 你過來我說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你老婆 啊 我怎麼可能 我跟一個保母有關係呢 徐 說句話 說句話呀 是 他說的對 我吃唐超 啊 他自己都說了 我是好人 我是清白的 我知道 你是他的聘頭 你是來幫他的 故意的保 這一對肩膚淫妇 你看的不是什麼好東西 唐超 看不出來啊 你這個妹妹平時看起來老實把交的 背地裡玩這麼乖 他肚子裡那個孩子 就是這麼多交的 現在的年輕人呢 真不講究 你身上 不會再有什麼臟病 你給我閉嘴 我會讓你們為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代價 還在這大人不慘 你知道我是誰 知道我爸是誰 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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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分分鐘就要你跟我歸一下道歉 隨時越來 敢這麼跟我老闆說話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許氏 跟胡蘇東大力 叫我胡這些東西 別敢來我家鬧事 我老公是許氏集團 老闆虛勇的心腹 虛勇知道吧 那可是全市的守住 孔大力是吧 我記住了 妹妹 他們這麼無眠你把你打成這樣 唐超他竟然一手都不靠 這樣你還有幫著這個主事 老闆 這些事情也不能全怪我 我也是 看你動手打孩子 我心急所以才會這樣的 你們心自問我之前有沒有對你動過手啊 你也是差點當媽的人 可憐天下父母心嗎 我是可憐孩子所以我 我沒有打孩子我是在救他 我親眼看見你動手的你怎麼 他被你也說了我是在救他 我是在救他 不是你是 這個死了 可憐跑了 那又怎麼樣 還不是你刺激歸氣 咳死自己的寶寶說 他也想來害我的寶寶 你看到了我妹妹 你看到這些人的嘴臉了嗎 只要你一句話 我馬上幫你解決這一情 王長 我對不起你是我沒有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流產是因為 你們兩個肩負淫負 是在這咬什麼 你給我閉嘴 我應該我 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 去醫院走 看樣子 小雲還沒有死心啊 沒事了 沒事了 一個臭流氓 一個死亡母 在這裝什麼算的 快接呀 喂吧 唐昌 到底幹什麼了 大老闆的助理 跟我說要舉約合作 許是舉單的項目也黃了 連他活也吃了花了 什麼 不是 我沒什麼地方得罪上面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岳父 您可一定要幫我 我把所有的錢都投進去了 如果這個項目要是黃了 我可就玩完了呀 我把這個 對呀爸 你可得幫忙他 全當勢為我們的孩子啊 這樣吧 過幾天孩子滿月宴 到時候你和雪椒正式訂婚 我把公司高層 還有大老闆徐勇都請來 你當面給大老闆道個歉 這回一定要好好表現 聽到 好好好 你老放心 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恭喜唐總喜得千金的謝謝 你傻了 我好看嗎 啊 雪椒 你今天真美 能遇見你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運 那你可得好好對我 知道嗎 嗯 往後餘生 我一定會好好愛你 還有我們的寶寶 當超 我就雪椒這麼一個女兒 你要好好對待她 以後好處少不了你的 媽 媽 你們放心 徐總結要到了 你好好準備一下 像徐董這樣的大人物 那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見得到的 好好把握這次機會 好 謝謝吧 我 那她 你結婚了 我什麼可怕 我覺得 你都不會用來 我也是 好 沒 好 超 都是真正人 你只有 你什麼可怕 結婚了 您是我 是他來做什麼 元元 這是集團的總裁人民文件 這些年啊 你一直在給唐朝落下那種 都把自己耽誤了 但是他靠不住我 文件了嗎 哥 我相信唐朝 好 那你去吧 答案就在里上 啊我先去趟廁所 你來這看什麼 誰讓你來的 這句話不應該是我問你了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我晚點跟你接什麼 你接什麼 董雪孝穿著婚紗 你穿著禮服還有今天的會場 你們到底是什麼關係 我都跟你說了我晚點給你解釋 趕走你解釋什麼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騙我 你們在幹什麼 一個鄉下來的野女人 也敢勾引我老公 老公 唐朝 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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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婚禮上 你老公勾勾搭搭 王朝 我看你真是惡風 什麼樣的貨色都下去了 學姐 你真的誤會我了是 唐朝 你最好好好跟我清楚 要不是我爸 你屁都不是還敢在這長小三 我沒有當三 我才是唐朝明鏡言順的 閉嘴 我 我 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糾纏我了 我心裡面只有雪橇 雖然你對我再怎麼帶我勾引 我也不會避兇她的 雖然你 我 你說我我勾引你 對 就是你勾引我 我是看在咱們是親戚的窮盆上 我才讓你過來當月子的 真是沒有效果 趁雪橇坐月子的時間 對我百般勾引 真是個賤人 賤人 敢在我的眼瓶底下耍狐媚手段 要不是我老公坐牌不亂 差點就讓你惡成了 雪橇你消消氣 你笑什麼 我 唐朝 你怎麼對得及我 你這個瘋狂人 我看 他就是故意來搗亂的 咱們倆 今天的婚禮最重要 徐總馬上就來了 你先照顧裡面 這件事情 我自己來解決 啊 老婆你能不能別鬧了呀 我鬧唐朝 我們是何法夫妻 今天你和別人定婚怎麼了 你還要讓我跟你說一聲 新婚快樂嗎 我做這些就是為我的前程 做了一場戲而已 你為什麼你就不能相信我呢 怎麼是需要做到這個地方 你別的婚禮 你身上的禮服 這一切都是假的嗎 在外面累死為火 像一條狗一樣 就是為了給你一個更好的生活 你什麼忙的放不上 還只會脫我的後門 你怎麼會 讀學生他不打也知道嗎 許氏集團的股東 我好不容易再搭上這條線 你是想說怎麼搭力嗎 一個股東而已 我是許氏集團的大小姐 你信不信我一個電話 夠了 我知道你離不開我 也不能因為嫉妒 你什麼謊話你都敢變 謊話 常常 你不信我 權力和金錢對你來說就這麼重要嗎 你為了報總家的大腿 做上門女巡 你要是這麼是個男人 不是也是 你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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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放開我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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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宴會結束之前 你給我在那兒老老實實帶茶 開門 當場 當場你放我出去 快 開門當場 你放我出去 你放我出去 你幹什麼 你怎麼這麼做 那個家人哪來 啊 我已經跟他說清楚了 他不會再操擾我了 歡迎各位來賓 訂婚典禮馬上開始 唐超你開門 唐超你幫我 尊敬的各位來賓 各位好友 良辰行樂事 喜日節良緣 有人嗎 誰來幫我幫我幫我 在這個美好的日子裡 我們歡聚一堂 恭賀唐超先生 和董雪嬌女士喜劫良緣 訂婚儀式 現在 開始 有人嗎 很常常有婚在 有人嗎 有人嗎 讓我出去快 快 快 親愛的 從我見你的第一眼起 我就被你的美麗 所深深祝福 我一定會穷其所有 為你舉辦一場 最盛大的婚禮 一定會把你捧在手心裡 好好的愛你 給你幸福和快樂 老婆 老婆 我愛你 嫁給我好嗎 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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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 Nhưng 我滾 我滾 magazines 许云 嫁给我好吗 虽然这戒指有一点点简陋 但是等我将来有钱了 我一定会给你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老婆 我爱你 我也是 我才是当场 离眉正局的老婆 唐超 这就是你说的处理好了 他疯了 他疯了 他世界报了 真是阴魂无散 你一个浑身冒着穷酸气的下见保姆 天天赖喊不想吃天零 现在还敢跑到我的订婚宴上来闹事 我看你真是活够了 又是你个死保姆啊 我早都看出来了 你就是个小骚蹄子 你劝我姑娘坐院子 别勾劳我女婿 小黄我还跟你听不到脸呢 看他那穷穿样 哪里比得像董小姐 是 这是结婚者 不是我疯了 还是他鬼迷信了 大家一看面子 不是我常常 是 我早都要 我早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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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早就要 我早就要 薛姐 事到如今我也没必要瞒着你了 我确实和许云接过婚 他出轨了 他出轨了 他 他怀了别人的孩子 所以我们早就离婚了 薛姐 在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 我遇到了你 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而这是因为 我才不想让你知道 我有过这么一段屈辱的魂心 我怕你接受不了我 所以我逼不得 没有再撒这个谎的 薛姐 你不会怪我吧 你真是不上官 不是这样的大胡说 我没有出轨 我跟他也没有离婚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个下贱的 之前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奸夫呢 是不是他不要你 现在又想起来回来找唐超呢 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 你肚子里之前那个野种 也是那个奸夫的吧 一想到你之前在我家待过那么久 我就觉得可恶心 我的孩子他不是野种 我的孩子他有爸爸 他的爸爸 就是他 你少在这星星座台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拿着自己死去的孩子来做一招 真让人觉得恶心 这就是你说的真意乡 刚超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为你操持家务 最后你的爹 我甚至还为你留下了两个孩子 看着你呢 你却为了先跟这个未婚先孕的女人结婚 还给他的孩子当父亲 你还说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人种 又没有过一次的愧疚 当然有愧疚的不是唐超 而是你这个红杏珠墙下界前妻 我的孩子就是唐超的 今天不仅是我跟唐超的生命 还是我们孩子来买 月 唐超 你还是 你骗我给你的笑站走月走 还跟他一起羞辱我 我也是在刚刚失去我们的孩子 孩子 只有雪椒这种高贵的女人 才能给我少孩子 像你这种下贱肯脏人的人 根本不吹 實話告訴你 你之前留掉的那兩個孩子 都是無情之心 還有真是可憐孩子都成形了 許女士你冷靜一點 這咱們還能再生呢 死何生 你說什麼叫叫你把孩子還給 你還給我 你你我 你我 讓你我 讓你 徐氏集團徐總裁 這不是徐氏集團 還閉嘴 什麼節目 這是徐氏集團的徐總 哥 妹妹 沒事吧 進來他怎麼會是徐總啊 徐總啊 您大家光臨來參加小女的訂婚宴 不勝榮幸 不勝榮幸啊 哥我走了 我現在我走了 我走了 你現在看清楚 他們的嘴臉了嗎 下發集團 同志 新總裁 即刻上任 是 通知下去 新总裁即刻上任 他竟然是那个废物王武的哥哥 爸 您不是许总的心腹吗 您快在许总面前求求求啊 我哪那么大骗子呀 我只是开会的时候 圆圆的见过几次 哎呀 我都已经全完了 许圣集团新总裁上任 什么呢 许圣新总裁上任 快准备采访 许圣集团有重大变动 什么 总裁坏人了 有救 总裁坏人了 刚刚接到集团的通知 总裁坏人了 这个许永 已经不是集团的总裁了 而且新总裁 马上就要参加你们的订婚宴了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新总裁能够起到许永 想来也得是一个背景事后大人物 而且你上来任 就来参见咱们董家的订婚宴 一定是看中霸余的能力 要重用咱们了 哎呀 那咱们董家这次 可是又更上一层楼了呀 爸 您可真够厉害的 您要是攀附上这新总裁 可别忘了小许果呀 一定 一定的 许永 念在咱们夫妻多年的份上 赶紧求饶 合不定玩的放了你啊 那什么意思 你还不知道吗 你哥哥许永 现在已经不是许师集团的总裁了 是吗 一个快要倒台的废物 还来我们董家装模作样 告诉你吧 新总裁 很快就会过来 我们董家 很快就会成为 你们永远也告犯不起的存在 你哥虽然以前呢 是集团总裁 但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何况一团落水口呢 你们兄妹二人 就是紧命一条 你们兄妹两个 今天来破坏我的订婚宴 别想就这么离开 所以你以为 新总裁来订婚宴 是为了你们呢 不然呢 你以为是因为你呀 哼 你笑什么 笑你们愚不可及 你可欠傻 你真以为不敢答应了 我问你 从校服到婚纱 我们十年的感情 你今天这么羞辱我 有没有后果会 我为你离开了家人 放弃了工作 甘愿成为你背后的女人 因为我没有过一次的愧疚 哈哈 事业 房屋就是你的事业吧 八年前 你妈妈生命 是我放下一切去照顾她 还有六年前你爸爸去世 是我扶林下荡去助理后事 而你呢 你当时忙着你所谓的工作 还有三年前 你的项目出现问题 是我爱家爱护去救人 你有过一次的愧疚吗 够了 你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 一个只会习一做饭的黄脸婆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唐超 我配不上人 什么呢 十年 这十年我唐超 已经是首居一指的商业新秀了 而你呢 他说一无是处人老朱皇 一个只会伺候人的月嫂 要我不是因为你 唐超早就一飞冲天做真相人了 一飞冲天 如果没有我哥哥帮你推进项目 没有我去帮你联络 你当时干什么都不行 你今天拥有的一切 这果是我学年给你的 哎呦 哎 学教 你看他这样 他说我今天的一切 都是他给的 真会说呀 你要是真这么厉害 怎么会甘心趟一个保姆啊 废物就是废物 包括你那个哥哥 肯定也是知道 是快要下台了 所以才死脱着 我们家唐超不放 就是 竟敢冒充徐氏集团 在这专模作样 新总裁的大伙 我们兄妹一致完蛋 许愿 今天 既然现场来了这么多人 要不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看着我和你彻底断绝关系 你什么意思 你要跟我离婚 不 不是离婚 是薛妻 你 精神出户 唐超 我们十年的感情 就换来了 精神出户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我要给雪娇 和孩子 一个光明正大的家 唐超 许愿 你别再纠缠唐超了 破坏别人家庭有意思吗 这句话由你说出来 真是太有趣了 你对唐超呀 就是个拖累 你看你哪一点 能比得上我女儿 唐超 你们结婚以后啊 我在新东西面前 美言几句 徐氏集团的合同 不在华下 你的事业 一定重新腾飞 好 爸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你又笑什么 这个离婚协议书 你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我笑你机关算尽 太聪明 注定竹篮打水 一场空 唐超 离婚协议我签 我只希望 你不要后悔 我唐超 绝不后悔 唐超 我希望你记住今天 给你的 我全部都会要回来 你欠我和两个孩子的 今天全部还给我 别的东西我都可以不要 但有一样 你必须还给我 什么东西 我妈妈的手镯 什么手镯 我没见过 你可是答应我精神主啊 别趁此机会 在这狮子打张口 那可是我妈妈 留给我的唯一一物 你说的手镯 不会是这个吧 她的手镯 为什么会在你的手上 他那么疼我 我问你 为什么会在你的手上 真是错落 为什么会在我手上 那当然是因为 唐超为了讨好我 送我的呀 这个手镯 成色这么好 你有什么质感 配我才刚刚好 唐超 还真是无耻 还给我 还给你 也不是不行啊 那你 跪下给我磕头 什么时候给我磕开心了 我就把它还给你 你啊 确佳 你现在还给我 我可以既往不久 否则我会让你们全家人 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呀 要不要 我提醒一下你 你哥哥 现在已经不是徐氏集团的总裁了 你们两个兄妹 不过就是两个 丧家权 他就定要为我们董家 踩在脚下 我倒要看看 你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哎呀 怎么碎了 这么不结实呢 徐月 雪桥也不是故意的 你说这一个破手镯 哎 你就别跟他计较这么多了啊 银儿 这个镯子 是外婆留给妈妈的 现在 妈妈留给你 紧了 就让她陪着你 就像妈妈 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不哭 不哭 妈妈妈妈妈 这可是我妈妈给我留下的唯一 的以 вы 居然把他送给小三 这 那又怎么样 通知下去 三分钟内 取消许氏和唐氏的所有合作 唐朝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信不信 只要我想 顷刻间 我就能让你一无所有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人类 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的人类 没有我哥 没有我 你以为那些大老板会多看你 你哥自己都自身拿包了 你少在这儿 往自己脸上听见啊 我为了不伤害你的尊严 我才没有直接帮 可我万万没有想 你唐朝本来就是没有尊严 和没有底线的人 我也告诉你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跟你借过 喂 什么 我说完所有的项目 自尖列断电 什么 我说完所有的项目 自尖列断电 喂张总 你是不是通知错了这 喂 喂刘总 赵总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合作好好的 我 可这样 好痛 你曹总 到底怎么了 啊对 怎么了呀女婿 哇 全完了 我手上所有的项目都别叫停了 随时以前等到五个街 这五个 这五个 我怎么还呀 五个亿 怎么回事 你这卖的就问问的 我刚打电话已经问过了 他们之前对我都非常尊敬 但是现在我猜中一百八十度到着啊 而且 我为什么都不说 唐朝 我说过 只要我想 顷刻间我就能让你一无所有 许 你不会想说 造成这一切 是你一个电话决定吧 没错 这对意思 你一个电话就可以让这些企业的大佬 乖乖听你的话终止跟我锁 做 许错 许云 你怕不是得了十新风吧 你哥已经下台了 而是你 不过是我们家伺候我女儿月子的一个月嫂 儿女 好了 别管这个 情绪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到时候 新总裁大我会从中卧选 所有问题 永长人家 对对对 把这个也忘了 就新总裁一上任 所有问题都可以应认阿姐 爸 还得养上人家 你们不用等了 我们心心念念的新总裁 已经到了 许云 你的意思是说 你认识新总裁啊 我何止是认识 真能吹啊 就算新总裁要来 那也是先通知我爸 凭什么先通知你 你算什么东西 就是 我都没有接到通知 你怎么会知道 那我就是许氏集团的新总裁 哈哈哈 大家都听到了吗 一个一无是处的保姆 只会洗衣做饭的黄脸婆 说她是全市的巨头 许氏集团的新总裁 学校 没听错 许云的意思啊 她就是许氏集团的总裁 清清楚楚 明明明白白白的啊 哈哈哈哈 我看你这个女人怕不是受的刺激太大 你得了望小症了吧你 你这个凤女人 你有几个胆子呀 居然敢冒充新总裁 这种假物件我分分钟可以打十分 敢冒充新总裁 哼 公知下去新总裁上任一事 进全体高层会议此时此刻 即刻召开 收到 没车 出发黄病酒店 重大新闻 学生起来新总裁上任一事 咚咚咚咚快快快 我说许云你该不会真以为自己是总裁了 记得这奇葬的剑 看得懂啊 要是让人给听来了 笑得打牙的 我劝你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跟你哥一起 踏在地上 把这些钱什么都拿回去 还能让你的生活观众 也在 等心等着真的 就是 你敢打我 先生你疯了 疯的事实还不一定呢 市集团高层到 许氏集团高层 他们怎么会这么过来啊 通知下去 新总裁上任一事 即全体高层会议 此时此刻即刻召开 老许云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是许氏集团的新人总裁 那些人 真的是带他电话 叫来参加董事会呢 怎么可能 老公 新总裁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通知上的你说呀 不可能不可能 我跟许云结婚这么多年 我太清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爸 你忘了吧 你邀请了许氏集团高层 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啊 对啊 我给这事忘了 就是 这些人 肯定是认为 我即将受到新总裁的重任 所以 全部来参加我女儿的订婚宴的嘛 哈哈 那也让如此啊 这 爸 他们肯定是来巴结你的 嗯 老公 这许氏集团的高层都来了 看来 咱们董家这次 是真的要飞升上流了呀 爸 你别忘了小旭 我这生意还都给您救命呢 小时小时一种啊 虞不可测 这这不是许氏集的能老夫懂吗 这玄奘集的人物平时都不出产的 太赖了 你看这应该是集团创始合伙人之一啊 据说他有许氏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仅次于创始人家族 竟然也来了 啊啊啊 是不是为师市长吗 那太赖参加仪式了 有不了了 爸 杰克太有面子了 这么多大人物您能够请过来啊 嗯 一般般一般般吧 爸 咱们董家的飞升可就在今日啊 怎么没看见新主才啊 这你就不懂 大人 自然要对够我家周指账 你们等一下 我已经咋着 好好好 让开 各位各位 欢迎参加小语的定婚宴 我表个态 我表个态 在新总裁上任之后啊 我一定不付诸万来的楼宇 没听说过 让 别挡路 诸位 诸位 你们不是才来参加小语的定婚宴的吗 什么定婚宴 我们是来参加 新总裁的上任仪式 和董事会的 呃 大人 自然要最后压手主 现在我宣布 总裁交接仪式 现在开始 自今日起就由我妹妹许云 担任徐氏集团 新任总裁 感谢诸位的信任 新总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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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吗 徐氏集团 新总裁 对 啊搞错了 啊搞错了搞错了 一定是挺搞错了 我去新郎的浅气 居然是徐氏集团的新总裁 不止说就是保姆啊 所谓的肩夫 原来是他哥哥 看来我们都被这家人骗了 新郎新娘才是真正的肩夫淫妇 你 各位 诸位前辈啊 你们一定是狗子祸吧 这个女人 他只是一个会洗衣做饭的保姆 他怎么可能是 闭嘴 你个蠢货 你算什么东西 你别配置一大小姐 不是 你可知道 许氏集团的许 是许云须的许 他们兄妹 正是许氏集团 绝对决策权的创始人家族 就连他的母族 都是京都百年胜一名流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啊 当初 当初你妈病重 要不是我妹妹动用母族的力量 请来千金难求的国义帮忙 你个堂家 早就家财散尽 你妈也早就病死了 伏计换来的 却是我妈唯一的遗物 被你们当场砸碎 是 那国义 难道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会 你的面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这些年 你的那些大生意 哪个不是靠我妹妹牵线 你所谓的人脉 哪一个不是靠我许家的面子 于内 他替你操持家务 替你孝敬父母 于外 他祝你甩手起家 如果不是获得我妹妹的青睐 你唐扯 连个屁都不是 而你呢 你是怎么对她的 我有一个客户 最先也生孩子 他一直找不到月嫂 我想让你帮我去刺伍他做月子 可以吗 你这个死的小 我就不应该相信你 一刺 两刺 三刺 你坏了好事 怎么打死你 什么告诉我 你之前留掉的那两个孩子 都是五七十七 老婆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 你如果早点告诉我 恐怕就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真实面目 那我 我还是爱你的 我只是一时被鬼迷了心 是我一时被鬼迷了心 我当初为了和你在一起 不惜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我把自己从一个千金小姐 蹉跎成了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黄脸博 你当着 我们十年的感情 就落了这么个解决 要不是你做事太绝 你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许氏将收回对唐超的帮助 所有合作 全部取消 任何人敢帮助唐超 便是与我许氏为敌 老婆我错了 我云达鸡灯和唐家 取消合作 工件物流 与唐家合作 许氏我平安投资与唐家的所有合作 许氏 李总李总 赵总 赵总赵总赵总 你们 你们千万不能取消和我唐家的 我们唐家一旦资金链短链 我将会背上十个亿的债务 许总 许总你救救我 许总 老婆 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 别叫我老婆 啊啊 老婆 老婆 他 是他勾引我的 是他用唐家权势 和他宗子铁的孩子 利用我 我其实还是很难见的 可不是因为他 我不会被换见 我求求 我求求你原谅我 唐朝你这个畜生 我勾引你 不是你当时跪前老年的时候了 唐朝 你良心都被告知了吗 我姑娘十月怀在跟你生的孩子 你现在竟然到哪一旁 我打死你我我 打死你我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他肚子里的孩子 谁知道是那个男人的邪窦 你 总裁啊 这你眼看到 这我们总家也是受害者 这个唐朝 你好好办 这事我没有办法 我们都走 你们家也不是无辜的 你们刚才一个一个 欺负我妹妹的嘴脸 我记得一清二楚 大力 滥用职权 全谋私 今日起 得去你在公司的一切职务 昂夜出名 哎呀 都是因为你呀 接着啊 都怪你 都怪你 嘿 老师要不然女孩嫁给你 因为妈妈家看着那样子 都怪你们恨了我 都怪你 别看我 都怪你 都怪你 都怪你们恨了我 好 我累了 我们走吧 好 你不能走 你可不可以 我 只要你能牵过 你要是走了 我该怎么办呀 你说我呀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欠我两个孩子的 是受患 哦 啊 行走 我 我 真是自作也可可 但凡你当时如果对你的老婆孩子好一些 就不会有今天的象征 错混于墨和珍珠 于成可怜 又可恨 怎么看 都怪你都怪你 要不是因为你两色黑紫色的害怕 有欺骗我姑娘 没关系我们家被你捏得成这样 等一下 我 还有救 还有救他 五年前许云留到的第一个孩子 他没有死 啊 啊 女孩 怎么是个女孩 被死没用的东西 我们家要的赔钱会有什么用 哎 妈 你干什么 我们家可要不及的赔钱货 你山牙大叔在外边有门呢 把这孩子抱给他 才能换几只老母鸡 你妈我姑姑身子呢 万一妈寻知我了 就说生的是个死贪 你不说我不说 谁知道 好 你好 老婆 别选了 老婆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好 孩子呢 我难产 孩子怎么死 啊 我说 你又要我妈妈走啊啊 怎么 怎么 喂马 五年前 你抱走许云的第一个孩子 你把他搬走哪里去了 这谁还找得到 怎么了又 哎呀我的亲妈呀你可恨死我了 你冲老娘吼什么吼 当初卖那孩子你又不是不同意 妈 是许氏集团的千金他现在要报复我 没什么十亿的债货 如果我要是不拿孩子拿捡他的话 你儿子我可就烦了 十个亿这个贱人 当当让我想想 反正的孩子他也没见过 不如让我乖孙子小虎冒充 顺便还能继承他的百亿资产 那可是大哥的儿子这兄弟对不上啊 他又不知道是儿子还是闺女 听我的就这么定 总裁这个是这个季度的财务报告 去 去 我我有话要跟你说去 好啊 啊哎把这个人赶走别惊扰了 去你今天要是把我赶走了 就别想见自己的孩子 站住 什么意思 我的孩子不是早就被你给害死了 你还敢来 五年前难产的那个孩子 他根本就没死 你说什么 我去 哎不愧是许家豪宅啊 这么大 这地砖 这吊点哎 我在奢侈品网站见过 这得有上千万了吧 还得是定制级别的 哎我说许员 你们家有正大也好宅 你也没说让我跟我妈也住进来 小瘦小瘦 真是 就是许员 也太自私了 这是我的房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你们这么快就和好了 真是婊子配狗天生一顿 你哎我说你 还敢挑拨我跟许教的关系啊 你就不想见你的孩子了吗 你说吧你要怎么样才敢让我见他 别着急啊 你要是让我跟雪胶在这里 说不定很快就能见到你孩子了 来雪胶 咱俩上一课吧去 走 路死人 朋友们 来 吃好喝好今天我请喝这桌子上 82年的被王派还要 够了够了够了 大家 随便喝 超白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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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杯 哎那边保姆过来给我们倒酒啊 元 叫你没听见啊 老超 你带着小三登堂入室 住我的豪宅 带我的珠宝还刷我的卡 现在让我给你倒酒 你要不要 我给你倒酒 你去见识你还想不想见你 不高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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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哇 爽啊 爽啊 你真的太厉害了 只要捏着那个贱人的孩子 看起来 房子车子包括所有的珠宝 都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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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家店的新品都给我包起来 是全部新品吗 对 好 小姐你好 你共我一千三百万 你看你发卡 您这卡 假设余额不足 嗯 没钱装什么大款呀 哎你是个人 我说话你 许元 你要是还想要见到你孩子的话 就赶快到商场里来 有个人 有个人 进来啊 进来啊 那你就干什么刷卡去啊 宇远 你该不会连这点钱都不想出 我劝你 我劝你凡事多想想自己的孩子 刷完卡之后 你真的不让我见孩子吗 你要是不刷呢 你就一定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哎 小姐你和他们的关系是 他呀 我的月嫂 我们家的保姆 对吧 好臭 冬雪橇 你最好祈禱我的孩子完好無損 哎哎哎怎麼了 哎呀哎呀我這也是真能逛啊 哎 哎呀 雪雪 給我倒杯水給我捏捏尖 哎對了再給我打一杯洗澡水 我腿都要逛斷了呀 你弄著幹什麼呀 你不是幹什麼我們最熟悉的 王雪教 唐超 你們最好給我搞清楚 我人你們到現在完全是為了孩子 如果讓我知道你們敢騙我 你們不會想知道會不會 你騙你做什麼呀 到現在為止我連孩子的一張照片 都沒見過 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還活著 不就是一張照片嗎 來 還有我出生證面 孩子我的孩子哎我說徐元 這張照片也看了 是不是應該表示表示啊 比如說讓我到公司當個總經理什麼的 讓我也享受一下這許氏 別讓你到這兒來的 別讓你到這兒來的 徐元 徐元 你怎麼來了 這對肩負隱負 是不是又敢騷擾 騷擾 趕緊勾滾 否則我就報警抓人了 徐元讓我來的 你覺得我會信你 哥 五年前我留掉的第一個孩子他沒有死 被唐超給藏起來了 什麼 是唐超告訴你了吧 這小子一肚子壞手 你別再讓他給你騙了 哥 我知道唐超不是一個好人 但是我賭不起 失去了生育能力 這是我唯一的孩子 兩年前他走的時候 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做夢 他叫媽媽媽媽媽 我一想到他現在還在外面受苦 我還行 好 這次我可以放你皮嗎 但是 他就問您說您說 鑑於你的前科 你必須把孩子帶來 跟許雲做一次親子見定 是吧 親子見定吧 怎麼 你有意見啊 沒有 沒意見沒意見 我告訴你 如果你們再敢欺騙我許氏 何果子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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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是 喂媽 許雲他哥 你要拉著孩子去坐著 你親子見定啊 我媽呀 瞧你那沒出息的樣 放心你老年我最有辦法 你確定啊 還確定沒問題的 我 怎麼還沒來 累死老娘了 許雲 那個眼睛的東西 也不讓提前倒杯水 怪不得我兒子不叫 小吳 小吳 媽媽終於見到你了 我不要你吧 奶我要吃糖 我要吃炸雞肚 我要玩玩具 平板的 不是說好了到了就讓我玩遊戲嗎 這火 賤人 你有這麼大的房子這麼有錢 憑什麼不給我兒子花 平時在老娘面前老是孝順 裝的 心裡竟藏見那壞 媽 小小氣 這以後呀 不都是咱們的了吧 你們 你什麼你 這麼多年 你這個當媽的管不小虎一天嗎 我們要你的錢怎麼了 天經地義 那還不是因為你們隱藏了我孩子的存在 賤人 你敢這麼跟老娘說話 你還懂不懂規矩 你住手 住手 誰讓你們來我許家撒爺的 好啊徐雲 你敢找幫助來打老娘 我可是你婆婆 你兒子的雞奶奶 別亂談關系啊 我妹妹跟你兒子已經離婚了 這孩子是不是我妹妹還不一定 我要想盤關係 等到親子鑑定結果出來再說 做親子鑑定 好啊徐雲 你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不認了是吧 我可憐的苦命的孩子啊 你媽發達了不要你了 我們祖孫娘們不如一塊跳河死了算了 省得在這糟人嫌 媽 你可千萬別想不開呀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錯嗎 是我沒有管好這個娘 才讓你這麼大年紀 還是有這樣能哭 孩兒不休嗎 媽 你可消消火 許雲 你為了這麼點錢 這麼做賤自己的孩子 看不下去了 哈哈 找我媽媽不是這個意思 找我媽媽不是這個意思 妹妹 你不能心說在我看了 這個孩子跟我們許家 能有半點相思的地方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啊 小虎找的像我 對對像唐柴 我可是小虎親叔叔 應該不會有什麼破綻吧 哥 我覺得 小虎跟唐柴姐笑 那也說明不了什麼 親子鑑定還是要做 你們許家非要做親子鑑定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可憐我的小虎 親舊不認 親媽不信 行了 想要什麼 直說 為了彌補 孩子心靈的創傷 一旦鑑定出 小虎是你們許家的孩子 你必須 把你手上所有的股份 還有財產 全部轉讓給我孫子 媽 你說我怕我嗎 萬一查出事 我們可就完蛋了 你放心 你別瞧 怎麼樣 想好了沒有 你要是不同意 我今晚就帶小虎回老家 這輩子別想見到孩子 徐月我媽的脾氣 你都知道了 從來不玩去的 你好好考慮一下 好 我答應 三天後我到醫院拿去 好 謝謝醫生 徐月 之前說的話可別忘了 三天後 把你的股份和財產 都準備好了 小虎 馬上所有的錢都是你的了 開心嗎 開心 到時候我就把這個見女人趕走 讓奶奶和爸爸都住上大房子 真是奶奶的怪碩 小虎 你個小畜生 你跟我 別跟孩子懂事 你聽了他就都說了什麼啊 他已經被唐家的人給教壞了 你真要把所有的財產都賺給他 哥 是我缺席了孩子的長長 才讓小虎變成這樣的 你放心 以後我一定會好好教他的 徐月 你可不能反悔啊 那麼 來小虎 以前呢 我不知道奶奶是怎麼教你的 但是我是你的媽媽 以後你才不是我的媽媽 小虎小虎 哎 死孩子 你敢嫌我裙子 這誰家孩子這麼沒有教養 小小虎 你這麼大的孩子的更衣 你才沒教育 你們全家都沒教養 你才沒教育 你們全家都沒教養 小虎道歉 我才不聽你的呢 你就是個賤女人壞女人 小虎小虎 幹的漂亮 乖丝慢點 小虎 這樣的孩子 這麼惡劣的孩子 他真是我的孩子 對不起啊 是我家孩子不懂事 真的很抱歉 要不這樣吧 你把卡號給我 我願意賠償了 算了不用了 我看你也不容易 不過這真的是你的孩子嗎 我剛剛跟你可是一點都不像 不好意思 是不是我的孩子 三天後就知道了 把你弄回來有什麼用啊 弄回來有什麼用 你這麼多錢 我別弄飛 住手 不要打我 不要哭 住手 小朋友 小朋友 你幹什麼 還不快滾 我是許氏集團的總裁 你想在監獄弄過下半輩子嗎 告訴你朋友娘們 少管錢是玩他屁 不是他他不是我媽媽 再不等我就報警了 滾 小朋友 你爸爸媽媽呢 媽媽 你爸爸媽媽 小朋友 我不是你的媽媽這樣 你家住在哪裡 你告訴阿姨 阿姨坐你回家好不好 我叫朵朵我沒有個家 哎 來 我們走 等我一下啊 有點疼哦 朵朵 你知道爸爸媽媽的電話嗎 我沒有爸爸媽媽 叔叔阿姨生了寶寶以後 就不要朵朵了 那那天的那個叔叔是 叔叔打到朵朵的腿 讓朵朵要飯 要不到錢就打朵朵 這個畜生 阿姨 你可以做我的媽媽嗎 朵朵車很少 不過這明天媽媽算的 好 糟糕 小學子 你誰呀在我家幹什麼 松手 還給我還給我 我哪說了 這個家的東西都是我的 你還敢咬我 我見了前面小熊 還說 我 還說 我不說 還說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小虎 住手 朵朵来朵朵朵朵 小虎道歉 为什么抢妹妹完就还要打他 我就打 这个房子里的东西都是我的 过来我道歉 我不道 小虎不要小熊了不要了不要了 你给我回来 我看你奶奶就是把你给惯坏了 今天我就好好教育教育你 他谁来教训我孙子 奶奶这个死瘸子咬我 咋死你 够了 都是因为你小虎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徐云 你为了这个小畜生竟然遭见自己的亲 儿子该亏这个小野种 是你背着我儿子和别的野男人生的吧 小野种野男人够 小虎你说什么呢我可是你亲吗 我过来别怕我孙子 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怀疑 小虎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生儿子 当然是你亲生的 决 你该不会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想任何 小虎居然真的是我的孩子 看见了吧 赶紧把你股份财产全部转给我们小虎 都给我 好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有个小虎那交给我来教育 那行吧 我一会就让助理 带你们去办理手续 我现在都多去助理上考 小虎 小虎 你先自己去玩一会 我跟奶奶说话 这个亲子鉴定 是怎么搞定的 你忘记了 咱老家的习俗 当初保存了婴儿的态怕 还是您老高明啊 等这个股权转让搞定之后 我就把这个箭撒在地中门里 这小虎屎竟然是许云的亲生孩子 不行 我绝不能留下他 我 我 我 在这干什么 你会是什么 什么 那小丫头是许云的精神女孩 小声点 这怎么办呀 那女孩不是已经被卖了吗 怎么能让许云给带回来呢 你问我 我为什么 不是让许云知道真相了 我不要跟残忍 就全部落空了呀 妈 这怎么办呀妈 在许云知道真相之前 要把那个小丫头处理掉 我 奇怪 我怎么好像 听到唐超的声音 如果朵朵是我的孩子 那该有多好呀 朵朵 你要去哪啊 奶奶带你出去玩好吗 不 不我要去找妈妈 这么高的楼梯 小孩子摔下去 肯定活不了 到时候 就说他自己贪婉不小心 朵朵 楼梯口那盆花 你帮奶奶拿上来好吗 干什么 干什么 阿西云你回来了 朵朵快过来来 快 干什么 你刚刚是想把朵朵推下楼吗 你血口呸人 我都看见了 你看错了 跟我回来 我要去接我孙子 那可是你亲儿子 你不心疼我心疼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朵朵只是我收养的孩子 哪里拦了他们的路 为什么他们这么容不下一个孤儿 喂哥帮我查件事情 我怀疑 朵朵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啊 吃这个是真贵 许悦 你别忘了股份转移的事 小坏等着呢 就是啊 别人还等着急了 行我知道了 圆圆查到了 我怀疼 朵朵 朵朵他真的是我的女儿 怪不得我看他那么熟悉 难怪唐超他妈的小伙那么好 他怎么可能对我的孩子那么好 好了圆圆 不哭了啊 孩子找回来就好 我还查到一些关于朵朵的身世 圆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哥 你说我查到 当年唐超和他妈把朵朵卖给了人贩子 后来人贩子 把朵朵卖给了一对生不出来孩子的夫妇 但是没过多久 这对夫妇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就把朵朵绕到了血地里 差点就给冻死了 后来朵朵被一个罪恨和剑走 打断了他的腿 逼着朵朵上街去要饭 如果要不到钱 回来就会往死里打 你遇到朵朵的时候 你已经是他上街要饭的第三年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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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朵朵朵 我们家内帮助人生 助手 妈妈不过把这个 朵朵 朵朵朵 不是妈妈朵朵 我是你的亲生妈 朵朵 妈妈 所以朵朵不是每人要的小孩 对不对 是朵朵 朵朵是妈妈怀他十月生下来的宝贝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嗯 好啊 一切都过去了 没有过去了 朵朵这些年兽的苦 有人还没会尊负出代价 躺着我大妈之间还想杀了朵朵 让她的孙子来假扮我的孩子 怕强我们的家产 这一家都不抱财了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啊 上上上上上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股权转让合同 许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该不会想反悔吧 小虎可是你的亲儿子 着什么急啊 我又没说不给 那你倒要快给啊 我是想 这价值好几百个亿的合同 怎么可以这么随便的转让呢 过两天我会召开一个发布会 当风转就好 对了我跟我哥哥商量好了 把他那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一起转给小虎 这个注意好 就这么办 但是呢 小虎现在还太小了 不如这样吧 他成年之前所有的股份有你带吃 哎好好好 多谢你哎呀 我一个女人公司的事情呢 我也都不懂哎唐超 你是我孩子的亲爹 又有那么多股份 总裁李仪你来当不如这样吧 我把位置让给你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呢 最想在家带的孩子 弥补这些年对他的亏欠 唐超 你不愿意吗 哈哈哈哈 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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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哈哈哈 都知道真相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现在出传他 唐超也不会怎么样 卖自己的孩子 随随随便便便就能逃出法律的制裁 比起斗斗受的伤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那你想怎么做 我要让唐超下半辈子 在监狱里面躲 我的好妹妹啊 你终于是长大了 撞了这么多次南墙 再不长大 就太蠢 这里就是许氏集团的总裁办公室了 哎哟 真气派 太气派了 哎呀 这以后你就是这样的总裁了 这也是你作为总裁 以后要工作的地方 我以后就是许氏集团的总裁了 许秘书 这件事情呢多亏了你吧 我刚才那样子像不像总裁 不像 您就是呀 唐总 哈哈哈 老爸 我们以前的 我一会还要去通知各个部门 为你下周的上任仪式做准备 你呢 就先熟悉一下业务吧 我先走了 唐总 好 你去忙吧 许秘书 唐超 下周的总裁上任仪式 你可要做好准备 儿啊 我们娘俩终于苦尽甘来了 你看这办公室比你之前那个大多了 这黄花礼物是真货吧 妈 瞧你那没见过市民的样子 你儿子我以后就是这许氏集团的总裁 你说你这样 你不是指导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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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我们叫许氏集团了 得改名叫唐氏集团 把你大舅 二舅 三条哥 通通招进公司 以后 他许氏兄妹反应过来 那也翻不了天了 好好好 都听您的吗 还有 您就是 这公司的大总裁了 这公司照片上的钱 可不随便你花吗 老家 盖房买地 我之前看中的那个缅甸的大义佛招财童子 好 都教您的 还有你之前做生意 亏了那十个亿的窟窿 也可以尽快补上 呀 这不是 不是总裁的公表吗 好啊 这就是那许家兄妹 把全部家财送给唐朝的蠢户 听说他们还被忽悠着 把老大家的小伙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 你哭都被骗了 哈哈哈 这些有钱人哪 真是蠢死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我今天一定让唐朝 万劫不服 那就 二爷 今天你们吃好喝好 我最近啊 有点忙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啊 理解理解 大外甥女现在可是许氏集团的总裁 肯定是大忙人 哟 这是大外甥媳妇吧 真漂亮 大外甥女现在可是人生赢家呀 哈哈哈 大姐 以后啊 你挑小福了 我们唐朝有出息 是 唐朝啊 还是要多谢你啊 提醒你表弟啊 要不是你 他怎么可能进许氏集团当经理啊 哎呀 这从今以后啊 你就是这A市的第一人了 我们唐家呀 全仰仗你了 哪里哪里 放心 这今天啊 是我上任许氏集团 总裁的事 而且我今天要当场宣布 将许氏集团更名为唐氏集团 今日之后 我们唐家 将应该新的规划 哈哈哈 各位 今天 是我们许氏集团一个历史性的人 我们许氏 今天将会迎接一位新的整个人 他将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接下来 我们有请许氏集团的新任总裁 上台发言 啊 有事 谁是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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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哎 你先这么抓我儿子 警察同志 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你叫唐朝 对 我是唐朝 他们 那就没错 唐朝 你涉嫌非法盗取许氏集团公司财产 伪造公章等多项罪名 涉案金额巨大 现在我们依法将你在 若罪名阻食 你将面临几十年的牢狱之灾 你说什么 我是许氏集团的总裁 我拥有许氏集团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我动许氏集团的前天惊地计 你们凭什么抓话 谁说你是许氏集团的总裁 唐朝 你是不是忘了 我可从来没有跟你签署过任何关于股权转让的货头 你说你是许氏的总裁 有谁可以证明吗 好的等等证明 而且我今天是上任许氏集团总裁的日子 松开 他 他正要宣布我是许氏集团新任总裁 唐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刚才要宣布的许氏集团新任总裁 正是许 许小姐 你 你个贱人你算计我你你 你为什么要找对我 我是你孩子的亲敌贱人 你害我儿子 你就不认小虎 再也不认你这个亲妈了 我是小虎的亲妈妈 我问 我是小虎的亲妈妈 你想干什么 你当然是 我别担心 王朝你说 小虎真的是我五年前 拐胎十月生下来的孩子吗 说 是 当然是了 许元 今天 我去让你从今往后都见到小虎 我要让你从今往后 在骨肉分离当中煎熬 骨肉分离的痛苦 但你所赐我已经尝过了 五年前 你把孩子从病房抱走 卖给人贩子的时候 他在冰天雪地里差点斗死的时候 他被打断腿又在大街上乞讨的时候 还有这五年以来的每一个日夜 我从暗门当中掀醒的时候 你都忘了吗 你 你都知道了 是啊 但是 我早就知道 朵朵吃过的苦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来报答你 你还劝完了 我女儿不能白受 唐朝 这十多个亿的债务 足够让你在监狱里度过下大费子 你就去监狱里忏悟 不用 许元 许元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还有你黑一家 可真是相亲相爱 那这样吧 唐朝留下的那十多个亿债务 就由你们来偿还吧 洪雪娇 开心吗 你 不客气 你们朵朵最喜欢吃什么零食的呀 洋葱圈 对 他到学了以后妈妈给你买好不好 好 宝贝 宝贝 今天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好不好 好啊 到学以后妈妈来接你嗯 嗨 走走走走好 老师麻烦你了 是去吧走 我都再见 妈妈再见 见人你 你把我儿子和我们汤家害成这样 我绝不会让你好过 跟你啊 朵朵你妈让我来接你走跟奶奶回家上车 不我不走我得带妈妈回家 小楚楚快走哎老太太你怎么回事没有家长同意不能随便带孩子走 我是他奶奶这是我亲孙女我为什么不能带他走啊 我们学校有规定只能父母来接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娘不快老娘今天就把他带走 来 suff 你别给脸不要我告诉你再敢拦着我老娘搬着你的皮 走 喂喂 都督妈妈 你在哪有个自称都督奶奶的老太太 强行把都督带走了 什么 哦 我马上来 好 我都督得温柔热吧 再不听话打死你 太大没嘴 啊 啊 我都 我都 啊 我都督 啊 我都督 你要是敢问我孩子一个手指头我不会帮过你们的 威胁老娘没有 要再想见到这个赔钱我准备几十个亿出身吧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生我的孩子帮我求求你们 哼 老娘 没用 我一套我会给你打电话 只要你乖乖的照说做你就还有可能见到你会 否则后果自负 老爷子你们躺在了孩子 老爷子你得自己钻着 躺在不贴这个赔钱货 你无耻 爸 别干嘴 干哥们 刚吵 你别别别别 走开车 走走走 走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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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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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他摔开了 别动 你嘴 啊 小畜生怎么了 啊这小贱人敢咬我 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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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没事吧 一个小贱人还敢跳车我摔自己了 比你妈一个德行都是没良心的东西 你干什么 收开车 这里来我女儿 放手 来人抢孩子 来人抢孩子 什么快把手放开 光天化日之下 敢躺别人家的孩子 简直是无法无天 老子最恨人犯 再不放手 老子动手了 你们冤枉了 你们冤枉了 他才是人犯子呢 他抢我们家死女儿 我们刚才一不留人 他就差点得逞 我们好好的一个家 差点就被他毁了呀 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求求 给了我的孩子去医院 但大悟不了 但大悟不了我求求 这孩子跟他的眉眼有点像吗 确实 小孩子跟谁长的都一样 我有争取 你看我有孩子出生时刻的照相 你看那胎记 似模一样吧 贵子多端的人贩子 差点是被你给骗了 不是这样的 我的手机里面 有我和佐藤的照片 还有亲子鉴定 我们先去医院 我求求你了 我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他没有证据 他就是在拖延世界等他的同府 他就是你犯子 千万别相信他 太可怕了 我该被打 就是 爸爸还传个人了呢 我求求你们了 让祖宗去医院 你走开 你走开 松松打死人犯者 打死人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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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元元 你没事吧 大方要把佐佐 讲走快叫人拦住的 看见没 他有痛苦 他想想孩子 还有痛苦 你去拿 等一下 我的证明 我们不知人犯子 怎么证明 这孩子脖子上带着一块龙文玉佩 是我妹妹花了两个亿 从拍卖行拍来的生日礼物 两个亿 什么玉佩 你们在胡说什么 你心虚什么 有没有刀出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就是 刀出来看看 看到了吗 这足以证明 我妹妹就是这孩子的虚争武器 谢玉佩 明明是我妈从庙里求来的 嗯 我知道 你们是看上了这块玉佩 想抢孩子来勒索我们 我有这玉佩的鉴定证书 这足以证明了吧 这什么狗屁证书啊 这年头什么东西造不了起来 你这肯定是提前准备好 现在故意拿出来的 你太可怕了 现在人犯子的手段 真的一套又一套的 就是如果我们来晚的话 这孩子倒被人犯子给带走了 把他们都抓起来交给警察处理 对人犯子都该死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真的不是人犯子 我妹妹真的是这孩子的亲生母亲 妈妈 妈妈 多多妈妈在多多妈妈在 听见了吧 这孩子叫我妹妹亲生母亲 妈妈我疼我要回家 多多 你要你再搞不是死 我就受了你 小孩子他刚撞个头 头脑不倾斜不能上去 对对对 那么当真的说的有道理就是 我真的是她的妈妈 我叫做你们让我来一次去医院 我对 你们让一个母亲 跟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 你们这是在猪狗为女 他看着也不像是眼 他的眼睛就是可好了 他没有证据 他什么都没有 我有账片 对啊 我花本光明 走都跟我一样 你遇到花本光明 现在就会救我 你们看 你们看 这小姑娘脸上也有 什么花粉过敏啊 这就是小孩的皮肤浇呢 哎 你们看 轻轻一碰就红了 这就是皮肤浇呢 不是的不是的 如果花本过敏 严重的话会引起消耗 我求求你们让他去第一 第二我求求 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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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都都都都 主持我求求你们了谁能救救他 哥 再去救救他了 你看哎 拦着他他要抢孩子 我们有眼睛不假 有耳朵不揉 分明人家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就算不是也比你们这些不在意孩子死活的强 哎你闭事快走吧快走吧 别当我孩子治疗了 谢谢 我谢谢 这个孩子好久 我一直为先生的问道 多多我们走 你不能走 多多是我的今生骨虫 是我们唐家的血脉 今天谁都不能把他带走 唐朝 你为什么还是这么不死 你信不信我马上报警把你带回监狱 你 你毁了我唐朝 你毁了我唐家 我的肉筋点 都是你造成的 卖我孩子霸占我在家 你还让我给你的小三做月嫂 这一点都是你穿要死去 你再敢胡说八道 你信不信老子打死你 这个 打完就来不及了 总统统去医院快走 哎 不许走 不许走你 谁都不能带我的女儿走 谁都不能带我的女儿走 孩子都这样了 你们还拦着 你们是不是人 怪你屁事 都怪现实 给我拿二十一 不然今天谁也别想走 丹朝 你要让你的女儿今天死在这里吗 我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想让他懂得早可以 必须准备二十一现金 而且把许氏集团 立刻转到我的名下 再到法院撤销对我的诉讼 要不然 你女儿今天必须死到这里 我答应 我正答应你 董董快走 妈妈 你骗鬼呢 动一动嘴就转了 我要你立刻转 什么转 大额转转是需要提前跟银行申请的 这一公司是需要放开董事会的 这像你能自作 是要做法律流程的 人家我现在都做不到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让董董走 我说到中间我求求你 军军 我说了 我要你立刻转 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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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都帮我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放开 元元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 我女儿小转饭 我求求你们 死了也活该 都是你母亲害的 你们谁能救救我外甥女 我希望不用重谢 我求求求 我快试试 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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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吓死妈妈了 你还好吗 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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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董董 董 董董 董董 董 老唐家的孩子就得流到老唐家 想走可以吧 流淌了老唐家的血我冲干 你说的是人话吗 就没见过你这么歹毒的奶奶 孩子都这样了 你还因为钱拦着 这孩子要是跟着你 就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我呸 怪你什么神经 狗那浩子 都怪神经 走 跟奶奶上车 我不走 我只跟妈妈走 今天要是再感动 躲着一根手指 也不会让你们后悔 活在这个世上 董 妈妈在 你不怕 啊 多多你干什么 白血黄姐爸爸我只想和妈妈在一起 我们不分开好不好 嘿 小贱人咬啊继续咬啊 咬不死就别装 啊 小贱人在敢打我 你千人已经见敢打我吗 你千人敢打我 我就是你们唐家这群畜生 是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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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大小姐 我们来晚了 你你想怎么出支这帮畜生 先是巨额经济诈骗 然后是绑架 那所虐待我的孩子 这一床床一件件 我会让你们所有人 都在监狱里度过下半辈子 我会尽最好的力气 让你们永远这么多分身 徐云 你不能这么留 你看那我们 永远这么多年能分身 朵朵 朵朵不能没有爸爸徐 朵朵不要爸爸 朵朵只要妈妈 要想接受 死我长嘴 我不养钱了还不行吗 我不要公信 不要你的钱 怎么 你还要我对你感恩戴德吗 别怪我 你不能抓我 我不能去前鱼 我女儿还不到几岁 她不能没有妈妈 你的孩子是孩子 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 你虐待她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她也只是一个孩子 我给我带走 丁云 我错过也不会放过你 你就见过去吧 朵朵 我们以后 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妈妈 我没评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